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美国号跑了 邱国阵吐露心理化 这也是我们很担忧的 这期节目我们就说是这个问题 讲解海军的山东号航母从巴士海峡向东进入太平洋之后 已经实施了十多天的海上演训 我们对这条消息来进行了跟踪报道 有评论认为山东号的这次出行 主要是为了演练围臣打员的战术 这种分析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战斗群 进入了中国黄海 与加拿大韩国海军要进行联合军演 纪念人船登陆73周年 为此呢 蒋航军就进行了针对性的演习 那如果是在实战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把美国号编队封锁在黄海以理 如果美国海军派遣增援力量来解救美国号山东号 就可以部署在台湾的东南海域 以役代劳准备迎击前来解围的美国海军主力 当然想不到的是什么呀 是美国号看到这样的政势 竟然放弃演习的主要科目 在草草的访问了人船港之后 就跳脱回日本去了 对蒋航军的行动心神忌惮的 不仅仅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还有台独当局的伪国防部长邱国震 这位邱部长哆嗦的时候 对大漏的是嘴硬得很 而这一次山东号一来 美国号一跑 邱国震的口风就有些改变 邱国震对蒋航军航母的任务判断 有他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山东号的主要任务是 担任假想敌 支持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 进行反航母作战演习 这样的说法也不能认为毫无道理 媒体询问他说 近日大漏基建频繁活动 是否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 邱国震说 是啊 这也是我们很担忧的 这也是为何台湾国防部 一再呼吁动作不要太频繁 就是担忧发生状况 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台独分子并不是不知道害怕 美国人跑漏之后 台独分子就害怕了 这样的场景 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金门炮战期间 美国战舰号称要为国民党的军舰进行护航 向金门守军运送给养 可是解放军的炮声一响 美国军舰挑头就跑 留下国民党海军单独享受奖金的炮弹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人民就看清 美帝国主义真的是纸老虎 即使在中美海空力量极为玄虚的60年代 美国军队都不敢真的去为台湾当局付出一点点鲜血的代价 那到了21世纪今天 当解放军的火力已经能够完全控制第一岛链 延伸到第二岛链的时候 台独分子还指望美国人给自己提供保护伞吗 到目前为止 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附近 最多只能维持两艘航母和两艘两栖攻击舰 这样的一个兵力规模 而且这四艘大型战舰的护航力量还严重的不足 很可能需要其他的盟国提供支援 其中就包括韩国和日本这两个近在支持的国家 甚至还需要从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调动兵力 这实际上是重演当年联合国军的那一幕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些国家 是不是会真心诚意的帮助美军 就算是他们把自己的海军力量全部拿出来 也无法从数量上超过将军海军 所以对台独分子和他们的背后的美国反华势力来讲 这个前景是相当绝望的 其实台独分子忌惮的山东号 目前从战术技术水平上来说 还是在承担着科研训练的任务 实战能力还不算很强 真正将成为解放军主要海上突击力量的 是正在七脏中的福建号航母 而解放军航母力量一旦壮大起来 所针对的也不会是台独势力 他们根本就不值得解放军动用这样的重器 邱国正们所应该担心的是西太平洋上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 当蒋洪军海军力量茁壮成长起来 而美国海军步步败退 连一次像样的演习都组织不起来的时候 说明西太平洋上的世道真的是要变了 台湾当局台湾政界来自台湾的民间 真的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该何去何从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